太棒了 米八子她正式登上了太后宝座之後 就真的徹底改變她的人生 那時候她其實也沒有想要沿用秦國 重用克卿日的傳統 因為她是楚國女兒 其實也沒有必要 那你要對外面人好 不對自己的家人好 就開始大肆封賞自己的弟弟 魏冉還有其他的兒子們 她這時候沒有被重用到一些臣子 譬如說像是飯居 她就會跑去跟秦朝向王講說 欸皇上 怎麼天下人都好像只知道 擁有權利的是你的媽媽 米八子跟秦國四貴女 那你就這樣子爐坐針瞻 什麼都不管嗎 那這時候皇上一聽了 很有道理 心動不如行動 那到底有什麼樣的事情 有什麼樣的契機 可以讓皇上就是秦朝向王 他可以跟自己的親舊舊跪斬鬧翻呢 那他又是用什麼樣的手段 驅逐這些秦國四貴呢 一起看下去 國與國之間的征戰 未曾停歇 雖然說亂世出英雄 但有才能也得要有人脈 在秦惠文王時期 從楚國投向秦國懷抱的魏冉 就是靠著軍工 以及姊姊米八子 成了當代一號人物 這對姐弟 為秦國的統一大業打下基礎 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外企集團 從小兵做起的魏冉 不管是上戰場廝殺 還是刺探敵情 都立下無數汗馬功勞 在軍營中 他與白起結為生死之交 要說魏冉一生最成功的兩件事 除了勇立外甥秦昭襄王 坐上王位之外 就是提拔白起為將軍了 魏冉他是一個權臣 但也是一個非常有膽識 又有遠見的人 當時秦國兩朝的重要將領 幾乎都投靠了魏冉 可見他深得人心 之後的魏冉 他又提拔了秦國的戰神白起 魏冉他長期主持秦國的軍事 戰功伴隨著榮譽而來 至此名聲遠過 也收穫了非常地尊貴的地位 秦昭襄王繼位後 魏冉成為大權在握的國舅 獲得無數賞賜 被稱為秦國四貴之首 秦國四貴都跟宣太后有關 分別是宣太后的弟弟 蘭侯魏冉 華陽君敏榮 以及兩個兒子 靖陽君淫福 還有高陵君淫葵 有情有權 富貴逼人 這時的魏冉親全國之力 大殺四方 迅速擴張秦國領土 靠的就是世人之才 重用了白起 司馬遷對這個魏冉舅 非常高度的評價 他說秦國能夠上功擴張 蕭若諸侯還曾經一度稱帝 這屬於蘭侯的功勞最大 隨著營祭一天天長大 面對太后聽證 國舅揽權 難免憤憤不平 尤其魏冉掌了軍權後 還盡於相國之位 難免讓秦昭襄王有怨言 秦昭王的不滿之心日益高漲 為了制衡魏冉 他嚴覽齊國的孟長君田文為相 沒想到他出爾反爾 引得田文懷恨在心 逃離秦國後 就說服齊王 聯合韓衛兩國攻伐秦國 這場憨古關之戰打了三年 秦國國力不支 被逼得退入關內巨手 割敵求和 在此一戰中 秦國戰敗求和 追根究底是贏記得罪田文所持 但多虧魏冉 魏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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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冉等四櫃 有的戰前勃殺 有的出使各國 臨為壽命 收拾殘局 其中 以嚷侯魏冉的攻擊是最大的 也是從他從武將 轉變為全城之後開始 自此之後 他束手咸揚 次次任向 封為攘侯 韓國關之戰兩年後 秦國重新征募士兵訓練軍隊 開始了向韓國衛國的復仇之戰 秦國運用避時急需 先弱後強的兵法 打得韓魏兩國措手不及 這時的魏冉 外有白起鴨鎮 內有太后撐腰 聲勢如日中天 司馬遷在史記中形容 嚷侯之父 富於王室 但沒想到魏冉還不滿足 公元前284年 秦軍聯合韓 趙 魏 燕四國 攻打齊國 秦趙襄王承諾不取一寸地 沒想到魏冉卻私下要求魏國 以逃逸作為謝禮 這引來燕趙兩國踏伐 連親姐姐也震怒 當時坊間都口耳相傳著 文晴有太后 然侯 而不聞其有王 但也由於她的權勢 實在太過於顯赫 導致人心不服 對秦王的政權 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聲舊兩人心結已深 所以當有謀士提及 秦國得加強王權的建議時 營濟欣然采納 范居向秦王提議說 必須收回秦宣太后 臨朝聽政的權利 並驅逐四櫃 才能夠掌握大權 他是這麼對秦王說的 金天然侯對內仗著太后之事 對外則侠 戴王之威事 我恐怕以後當秦王的 不會是戴王的子孫 那請昭襄王聽得如 醍醐灌頂啊 從此逐步削去衛染軍權 轉給飯居 不僅如此 他還奉飯居為成相 在幾年內 削弱四櫃的勢力 其他一救惡帝也比照半筆 剩下的秦宣太后 也被秦昭襄王以年老虛 安養天年為由 讓他回歸宮中不再過問正事 嚴見秦王吳秦 四櫃也不是省油的燈 據野史記載 營祭的秦帝就為舅舅保佑 蔚染有所動搖 但太后堅決反對 自是勞苦功高 一向是朝堂大忌 秦國四櫃惹禍上身 而秦昭襄王的最後一張牌 就是拉攏白起 如此一來 秦宣太后及四櫃的權勢 果然因此漸漸衰微 沒了太后的勢力 也少掉白起的支持 秦國四櫃 從秦國政治舞台退場 秦昭襄王 並不協任地奪回王權 歸功於生母秦宣太后的退讓 只是 太后與四櫃獨攬大權四十多年 秦昭襄王完全清正時 已經六十來歲 這份人工史上上見 史上記載 米八子為了秦國的政治安定 不惜現身裡一群王 還幫他生小孩 怎麼這麼好的事情 那這是一個 性交易過性會弱嗎 這是合法的嗎 沒有人在管這件事情是不是 他有權利想要做什麼都可以 那很有趣的是 晚年陪伴米八子的 也不是義許王 而是他有個男寵叫魏寵夫 那眾所皆知的 情友 有人說是 米八子的陪葬品喔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等等告訴你 那最後 有人說 米八子啊 他不正粗俗 而且豐油成性 我不這麼認為 我覺得他就是一個集權力 跟運勢 與一生這樣偉大的女性 我們的典範 我們一起把米八子的最會怕看完吧 從公元前十世紀開始 秦國與西北方的疫渠之間 持續了800多年的對戰殺伐 雙方不有勝敗 公元前306年 原本已經歸順的義渠 重新崛起 這時的秦宣太后 與義渠王之間 開啟了一段 闖上外交 在歷史劇中 米八子與義渠王相識甚早 但事實上 兩個人是在秦昭襄王登基大典時 初次會面 義渠王不僅對秦國虎視眈眈 而且明目張膽地 侵擾他的邊界 蠶食這一些國土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宣太后做出了一個 飽受後人詬病的決定 她決定私通義渠王 米八子一改過去 軍事爭討的策略 改以懷柔拉攏的美人計 讓義渠王迷失在溫柔鄉中 讓他長期居住在鋼泉宮中 過著優渥的生活 消磨他的意志 秦宣太后甚至還替義渠王 生下兩個孩子 使義渠王完全失去警惕 當秦昭襄王年是劍長 漸漸看不慣義渠王 獅子大開口地要封地封賞 不免萌生殺雞 秦王與太后聯手 嘉義同意義渠封王 就在義渠王屬於防範之際 痛下殺手 三十四年後 秦宣太后見時機成熟 找了個機會在甘泉宮 殺了義渠王 還發兵攻打義渠 義渠國不敵 領土併入秦國 《實際匈奴傳》記載 宣太后炸而殺義渠榮王 與甘泉 究竟米八子 對義渠王 是真愛還是利用 後世史學家 始終沒有定論 但可以肯定的是 她在寡居的幾十年間 不只跟義渠王發生感情 魏寵夫她作為宣太后的男寵 歷史上是卻有其人 根據《戰國冊》裡面的記載 魏寵夫相貌堂堂 以表非凡 所以非常受到宣太后的寵信 所以我們推測說 她名字裡面的寵 絕對不是相貌的寵 而是十二帝之之一的寵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這可能是因為她在寵時出生 或者是生肖屬牛 所以才會名為寵夫 生性機靈的魏寵夫 很能揣摩米八子的心思 這段情 反而獲得情昭向往的首肯 因為太后的男寵不比義渠王 會對邊疆造成威脅 時光荏苒 魏寵夫尚未成功 在眾多男寵中 成為太后最親近的人 是太后與秦王 跟臣子間的溝通管道 常代宣義職 這麼一個可上達天廳的男寵 在太后邁入池暮之年時 等待她的又是什麼命運呢 宣太后非常寵愛這位魏寵夫 甚至連她死後 都想要繼續享受魏寵夫的服飾 據說在宣太后生病 即將去世的時候 還傳令讓魏寵夫為自己殉葬 當時大臣雍瑞聽得對太后說 聽說您要讓魏公子為您殉葬 如果人死後沒有靈魂 那魏公子如何與您相伴 如果死後真有靈魂 太后跟魏公子相伴 又將如何面對先王呢 從殉葬到逃過一劫 史料上對於魏寵夫的後半輩子 沒有其他記載 導致宣太后的陵墓 讓後世多了很多想像 1974年 秦代兵馬永坑 在陝西梨山一帶出土 被稱為世界八大奇景之一 原本都被認為是秦始皇的陵墓 但卻有考古學家發現 部分秦永屬有楚人特有的歪跡 鮮艷的服裝更是楚服的特色 此外在一個秦永的右臂上 發現一個米字 米字的左手邊是個月字 後世因此推論 米月就是秦宣太后的真實姓名 這個兵馬永坑 可能是為了來自楚國的宣太后所建 米八子在秦國當政四十多年 勢力之大 絕對有資格修建豪華大墓 神秘又繽紛的兵馬永 更讓數千年後的人們開始想像 熱情奔放的宣太后 該是怎麼樣的風花絕代 如果你們orar不說 我們可以看這幾天 更新的一段時間 我們會不會看這幾天 我們會不會看這幾天 也會不會看這幾天 深夜的一段時間 而且可以看這幾天